《大谷祥平無罪》 前翻譯被聯邦指控 竊取1,600萬美元 歐治·辛普森病逝 90年代沙棲案震驚全球 拯救海塔孤兒 加州出動海塔養母 教育小海塔 點名中共 FBI局長發安全警告 呼籲增加預算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不久前 洛杉磯到齊對求清大谷祥平的 前翻譯水源一瓶 被曝為了償還賭債 竊取大谷巨額存款 週四 聯邦檢察官宣布 正式對水源一瓶發出刑事訴狀 聯邦檢察官指出 從2021年11月到2024年1月 水源一瓶未經許可 從大谷的賬戶中竊取超過1600萬美元 用於償還非法體育博彩的債務 水源在過去6年裡一直擔任大谷的翻譯 根據聯邦檢察官的調查 水源幫大谷設立了銀行賬戶 因此知道存取大谷賬戶的方法 甚至冒充大谷向銀行指援撒謊 以說服銀行向博彩公司匯款 此外 檢察官也證實 大谷是本案的受害者 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大谷參與其中 根據聯邦檢察官辦公室 水源一瓶將於週五 在洛杉磯的聯邦地區法院首次出庭 預計會被保釋 如果銀行欺詐的罪名最終成立 水源最高將面臨30年聯邦監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週三 前美式足球明星球員 O.G.辛普森因癌症過世 享年76歲 1990年代他被控殺妻案而轟動全球 週四 辛普森的家屬在社交平臺X上發文 我們的父親辛普森因癌症在4月10號病逝 他的兒孫們圍繞在他的身邊 希望外界尊重家屬隱私並予以體諒 辛普森的美式足球職業生涯 長達11劑 不過 最引起轟動的是 他被指控在1994年 殺害了前妻尼可布朗辛普森 與前妻的好友高德曼 殺妻案開庭時通過電視實況轉播 成為了世紀審判 當時華人警探李昌玉 因為幫助辛普森脫罪而名聲大噪 最終辛普森在1995年獲判無罪 其後2007年他又因為持槍搶劫等罪被指控 獲刑33年 到2017年提早獲得假釋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尚敬 紐約報導 位於加州長灘市的太平洋水族館 最近營救了一隻野生海塔孤兒 無依無靠的小海塔將由成年水塔擔任養母 學習野外求生的技能 來看記者的現場報導 無依無靠的小海塔在加州海岸獲救後 終於找到了負責任的養母和暫時的新家 快看 他們正在玩呢 帶著他觅食的成年母海塔叫做米粒 自從小海塔到他身邊後 他就忙得不亦樂乎 除了要安撫照顧這個小家伙外 米粒還要教他必要的野外生存技能 小海塔目前只有四個半月大 當他孤立無援時 救援人員先將他送到蒙特雷灣水族館 最後輾轉來到長灘市的太平洋水族館 上百年前因獵殺等原因 南方海塔的數量驟減至50隻 成為了冰威物種 近年來才增至3000隻左右 為了幫助他們繁榮族群 救助人員不斷營救孤兒海塔 並讓成年海塔來照顧他們 有很多生命運動 一項挑戰是 他們計劃在幾個月後 將小海塔帶回蒙特雷灣水族館 讓他與更多同齡海塔相處 然後送他回歸大海 他也提醒民眾 儘管海塔肚皮潮上 浮在水面非常可愛 但同時他也具有攻擊性 如果在海岸附近看到海塔 務必遠距離觀察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佳音 劉傑 劉佳佳 加州常灘室採訪報導 週四 FBI局長克里斯托夫雷 在聽證會上警告 美國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 面臨嚴重威脅 同時主張為該機構增加預算 來應對這些安全威脅 我們看到監裏 在美國公共安全威脅 在各個角落 在美國公共安全威脅 在各個角落 在美國公共安全威脅 我們看到 一大小的 銀行貨物 和其他 周四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请告称 美国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他在日前的讲话中阐述了相同的问题 称中共正在清齐政府之力 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和经济 他还指出 有人企图效仿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 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 这种恐袭可能类似于不久前 ISIS对俄罗斯音乐厅的袭击 另外 克里斯托弗雷鼓励国会 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207条 来监视海外公民 他认为外国情报监视法 是美国对抗外国对手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具 该法案将于4月19号到期 他最终能否在国会通过 前景尚不明朗 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FBI需要财政支持来应对这些安全威胁 他警告称 削减该机构的预算不仅会影响FBI的运作 还会直接影响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伙伴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赋予综合报道 周三 广州最大的观赏鱼批发市场之一 广州百亿城发生火灾 业者表示损失惨重 当地时间4月9日凌晨 广州百亿城花鸟充鱼批发市场发生火灾 直到上午 明火才扑灭 一片蓝鸡 非同万分 周三 市场业主继续强救缺氧窒息的鱼类 希望减少损失 全都死掉了 有商家表示 半数以上的观赏鱼由于断电 失去氧气供应死亡 包括价值几十万的龙鱼 损失惨重 有商家估计 损失的各种名贵鱼类品种和古丸字画 估计达上亿元人民币 现在非常惨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越南最大金融诈骗案周四宣判 越南女首富万胜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被判死刑 她的丈夫香港人朱立基因协助犯案被判9年监禁 周四 越南胡志明市法院裁定 现年67岁的张美兰涉嫌贪污 贿赂 和违反银行规定的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并要求她向银行赔偿2690万美元 张美兰的先生朱立基因协助犯案被判9年监禁 其余84名被告 也同时受审 越南当地检方指控张美兰和同案犯合谋 张美兰涉嫌贿赂27人 已非法控制西贡商业银行90%以上的股份 并在2012年到2022年期间制造虚假贷款2500笔 超过430亿美元 占越南GDP的11% 被指是迄今为止越南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2022年10月 张美兰被控涉嫌贪污财产 刑贿和违反银行规定 遭越南警方逮捕 随后 西贡商业银行发生挤兑事件 张美兰的先生朱立基 显年68岁 是香港人 法院称 他因协助从犯 导致西贡商业银行损失约3.6亿美元 张美兰是86名被告中 唯一不认罪的 张美兰出生于胡志明市 足迹广东汕头 早年他跟母亲在市场摆摊买化妆品 后来购买土地和房地产进入房地产行业 他曾被认为是越南金融界、地产界的核心人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田园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河南西县的刑望力 因维权遭到当局多次判刑迫害 最后一次被判刑两年11个月 日前出狱 西县当局出动车辆和人员 到信阳监狱外盯烧 4月11号上午 刑望力走出信阳监狱的大门 刑望力妻子徐金翠和姜田勇律师等人接她出狱 河南西县当局出动两辆车 至少8人也赶到现场 但没能带走刑望力 就说是今天啊 我们看到的明显的是有两辆车都是白色的车子 我看那些人走路的姿势啊 感觉到像是军人出身 并且他们戴着蓝色的口罩 湖北早洋维权人士谭秀平告诉新唐人 有三个人从车上下来 走到监狱门岗和狱警交涉 其中一辆白色轿车 车牌号是玉 S56 L63 在赶赴信阳监狱的路上就一直跟踪他们 按照当局以往的惯例 他们通常是等我父亲行本出狱之后 把我父亲接到宾馆里进行非法拘禁 不过这次出狱 狱方把刑望力交给了家属 在回家的路上 当局一直有车辆跟踪 到家后 至少一辆黑磁轿车停在马路对面监视 刑望力表示 信阳监狱伙食很差 严重匮乏营养 刑望力说 信阳监狱七间区二分间区主任陈军 扣押他的信件 唆使犯人打骂他 还把他关禁闭15天 在西县看守所关押时 西县小回镇的访民朱广法经常被殴打虐待 2021年4月份死在看守所里 刑望力2002年起上访维权 当年 他7岁的幼子刑剑遭遇车祸 被撞成重伤 地方当局枉法处理且私分赔偿款 从此 全家人走上维权道路 刑望力经历一次劳教 三次判刑的打压迫害 2016年 他在西县看守所被打成 头颅骨粉碎性骨折 昏迷20多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江丽亚 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的华人袁雪宝 因为一支视频认清了中共的假恶斗本质 来美后 他声明退出少先队组织 正式和共产党决裂 不久前来到美国的袁雪宝 在国内时通过网络视频 了解到共产党的假恶斗本质 09年看了某位历史老师的视频之后 在查证一些史料 我才发现共产党说的话全是假的 他的话一定要缓过来看 国内所有的网络媒体 只要是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 我们一句话 一个表现话都不能相信 他只是用来大外宣 来洗脑的 他说 共产党为了维持政权 将大部分中国百姓洗脑 对于了解中共并反抗的人 则会暴力镇压 他会采取暴力来打压他们 用意识形态来给大部分人洗脑 正是共产党的邪格之处 共产党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镇压人民 他认为 中共借着把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 欺骗百姓 但中国并不等于中共 爱国也不等于爱党 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 有时候站在五金空气下唱着国歌 我感觉这一切都很可笑 现在我长大了 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 我自己想想往事呢 我能笑半天 我怎么能这样 现在党国不分了 共产党把党和国混为一谈 很多人都混不清楚这么一个状态 他只能骗国内一些不懂翻墙的人 没有出国的人 我愿意退出少年队 我愿意和共产党决裂 他希望中国百姓都能翻墙了解外面世界 不再受中共欺骗 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受伤害了 不光是出生 在出生之前 我们就已经受伤害了 因为进化生意的时候呢 我们上一代父母 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面 都受过这方面的迫害 只是呢 习以为常了 我想呢 大家能够把这些真实的经历 都分享出来 来告诉全世界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 听到我们的声音 希望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国家 能在中共的经济上给予制裁 让他没有血液输进去 据大纪元网站数据 至结稿日期为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经达到4亿2865万9590人 清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李珍奇 洛杉矶采访报导 欢迎回来 4月10日下午 神韵环球艺术团 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了 本演季的第九场演出 依然是大爆满 提前授庆 牧师威廉·兰根先生 感佩神韵艺术家们 弘扬真理与信仰的热情和付出 并认为神韵的一切都是神迹 是神的杰作 超级完整的 超级完整的 每一切都是神秘的 那些人的信息是全球的信息 就是忠誠、忠誠 每一人都要求道理性 蘭根先生說 作為一名基督徒和牧師 神願傳遞的信息 令他更加堅定了對神的信仰 我同意與全都說 我同意與全都說 人們必須回到創造 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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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救了我們 再重新發現 我們來自祂 祂是我們來自祂 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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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非常美麗 ר Position 祂的信息 祂為什麼 祂祂真的 祂當過 祂祂的信息 祂的信息 祂擁 uz 祂 protest 人生 祂願 祂能把起帝 祂班 and that they are here to bring us salvation. Well, the inspiration is that I'm a Christian and a Catholic. And so, so much of what I saw on the show reaffirms what I believe to begin with. The compassion, the truth, the mercy, all of that, that's part of what I believe. And to see it performed on a stage like that with the enthusiasm and people giving their lives to promote that was so uplifting for me because we live in a world in this day and age that doesn't so much respect that. But you can see the faith that these people have, these performers, are not just performers and doing athletic and beautiful dancing. They're believers. And you can see that belief, that faith coming through their performances. I think it's an excellent mission, yeah, because we all kind of know throughout history what communism has don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yeah, we'd like to see people have their freedoms taken back and their ability to express their traditions. So definitely in support of the mission of Shen Yun. 藍根先生認為, 沈月武法在中國上演是中共的恥辱, 他希望中共早日滅亡. which is an absolute shame and disgrace on the part of the CCP, which we hope will come to an end as soon as possible. I think it's horrible that their own people, you know, the people of that culture can't even experience their own tradition. So I'm so grateful that I came today, and I wish all the best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for many many years to come.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欣 宋生化 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報導 歡迎回來 一隻由數千隻猴子組成的大軍 霸占了泰國華富里 迫使泰國政府出手 他們計劃怎麼做呢? 一起來看 泰國首都曼谷以北 大約140公里的華富里府首都 曾經因為到處是調皮可愛的猴子 吸引大批遊客前來觀光 沒想到猴子繁殖快 在沒有天敵的城鎮 種群迅速壯大 現在城裡的猴子有數千隻 像一支軍隊 肆意佔領著大街小巷 搶奪路人的食物 破壞居民的房屋去偷好吃的 甚至霸占商鋪 騷擾顧客等 讓頻頻被攻擊的人們 有的逃離家鄉 有的在家中安裝各種防護措施 阻擋猴子大軍的入侵 更多的商家被迫關門 面對肆無忌憚的猴子 當地政府2020年 曾大規模派人上街抓猴子 但很快他們發現 這個方法沒有效 猴子很難抓 過去四年 猴群壯大的速度越來越快 而且越來越愛撒野 為解決猴患 泰國野生動物管理局出手了 他們在城鎮外圍 修建了一個巨大的設施 而且正在修建第二個 從4月中旬開始 工作人員將從街頭抓猴子 給他們做絕育 之後關進這兩個設施中 只在街頭保留少量猴子 負責吸引遊客 兩個設施預計可以關數千隻猴子 野生動物管理局認為 到5月底 街頭的猴患就會解決 至於這些被關在設施內的猴子命運如何 預計泰國中央政府會出資 餵養牠們到終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早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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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